苗栗萬里的三甘里 早上五點多 鄉鄉失電 待有一點前後 一點前後才開給公燈 也作現一些民眾電器的損失 工廠的機械過中 民眾是說 這也已經不是頭一次的失電了 要求台東要拍照 台東今天也去行程了解 還跟民眾來協調 這檬無故工廠的老闆 拿到機台的電源供應器 實在進去還沒來 因為裡面的機梵 全部都燒掉 如果工作沒辦法完成 還會損失到二十多萬 燒到黑色的 這邊都已經 裡面這邊排個更清楚 這裡面的這個部分 都已經燒毀 機板這邊都已經黑掉了 工廠老闆說算是餐廳 酒店煮到一樣也是太好 不就煮給家裡的電器 包括就冷氣 電視燈燈 明明已經炒電了 還是沒辦法運作 也讓生活大受影響 冷氣兩臺 飲水機一臺 飲水機兩臺 飲水 燃熱水瓶 開冰箱怎麼都沒電啊 對啊 然後熱開冷氣也不行 然後就開始一樣一樣電器檢查 哇 壞這麼多 廟裡關 萬里町的三甘里 以後不然五點左右 向向來停電 帶電燈完 下不完後 快點前往春秋 雖然一點外星左右就要給公電 不過給電了後 很多民眾發現家裡的電器 都各有種沒辦法來使用 裡面表示 大約二十萬元受到影響 電器的素量 還在五歲當中 尤其天氣精爛 冷氣沒材料適用 讓民眾覺得撞不住 既然表示 六月時也有一次處理所的狀況 電力常常出問題 將會向台電來救生 陷入農事開關壟斷 到底是什麼原因 引起用戶設備燒損的話 我們可能還要再查明真相 台電表示 經過了解 家裡是在比股中影響失電 第一時間也已經收好 不過民眾出裡面 電器股中的原因 還要再去清 也會跟其民進一步討論 但是家裡整個台電 將會協調配送 既然苗里綜合報道